Hello 大家好 又有朋友又有关教授 来到我们今年最后一集的台湾 是的 2022年就将会是过去了 我们不如这一集就特别一点 我们就做一个小回顾 就回顾一下去年曾经有什么大事发生 我们也展望2023年 有几只主要的货币将会怎么走 这样做一点的预测 先和大家做个换顾 如果你说2022年外汇市场的焦点 我想首先就是通胀升温的问题 由什么引发的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疫情缩缓了很多 需求回来供应链就有一些短缺 再加上就是在第一季的时候 有俄乌事件的出现 引发了环球的通胀危机 也都令到美国就开始意会到 通胀惡化的情况 结果联储局要是由今年3月起 一年这样做一些激进的加息的取态 结果今年以来一共加了4.25厘的 联邦基金利率升到15年来的最高 去到今年年底是4.5厘的 美汇指数曾经都升得很夸张 15年的新高来的 去过最高位14.78这个位置 也都令到债息飙升过很厉害 如果你说指标的10年债息 是通过在4厘3厘上的 那好了 由于美金一直是这么强 令到很多的非美货币都散了下来 那我论主要货币当中 今年表现最差的就是日圆 是很夸张 二十几次低位 好啊 每个都说想去日本旅行 但是呢 又很夸张 那我们要想一下 哇 是不是真的一路一层不起呢 又不是啊 直至上个星期 突然间日本央行就说调整了国债收益率 那个曲线的控制 上浮下浮都扩阔了 然后进入了又来一次的急性 然后呢 日本央行后来就又 就是最近又要紧急买制 想压低下的政策 这个连续一个比较特别的事件 其实还有很多的事件 我们都可以现在跟大家讲讲 等下有时间了 那我们不如都回顾一下 这个加息那个周期 各国的央行现在去到年底 结果它们升到什么位置呢 那如果你说看到这个息率 差异化呢 美国就已经去到四厘半的了 甚至大家会继续加 明年可能去到五厘或以上 这个都是似联署局的那些目标水平的顶 甚至更高 那另外呢 原来加拿大央行 还有纽西呢 央行都不断加息 都加到它们的那个息率 指标利率呢 去到四厘二五的了 那另外 英铃银行呢 也都紧随其后了 三厘半了 澳洲央行三厘一啦 跟着欧元呢 本来的经济一直都是差 但是那个通质都握发得很厉害 那去到2%的水平了 它们的指标利率 那其他的那些我们都不再特别看了 不过呢 很明显了 在一个超低息的环境 已经是一去不返的了 除了Yan 是的 除了Yan 那就是排最尾啦 那继续它们吧 怪不得它最弱啦 大家有眼看的 没错 但是看到一样东西就是 它的低息环境是不是能够持续啦 你看到它的通胀是创了成 我看的纪录呢 就创了差不多成 80年代后的新高 更高位啦 那什么情况呢 它变了是 在无奈地一定要将那个 十点几债息的上限调升啦 但是问题这个只是第一步而已 那大家市场看死它 就会不可以守到费利率的啦 那变了 我想 就是Yan强是有它所说的背后意义啦 但是那个持续性可能会 令到它的Yan会走势更加强 是的 拭目以待看看它是否 想扭转这个零息的政策啦 另外我们要看回今年 哇 美汇指数啦 美汇指数其实都挺夸张的 刚才我说的那个高点是一四流上啦 那也是十几年你没见过的 那不过后来就随着大家认为 那个加息那个进取情况 可能开始放缓之下呢 就在那个年底就回到大概103 104附近 但是整年你计算呢 其实仍然都是升了8.6%的 那都很夸张的 美金似乎都应该见了这个周期顶了 是不是呢 教授 是啊 很清楚啦 那你加息的预期那方面 已经看到会放缓啦 因为主要就是联储局已经在 那10月那里呢 我们今天那个加息的幅度是降低了啦 加0.5厘啦 那加上现在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就是说 来年经济都应该是差的 我想这个储蓄都在大家估计它 即使你是可能最终加的幅度呢 那个level呢就可能比预期为多了 但是始终那个加的速度放缓呢就影响了美月走势 所以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你大家要看回 反过来看就说呢 哇 原来那一早出现了顶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 但是如果反过来看呢 就是原来日元或者其他所谓的美国的美匯指数 由那些低位90弹所来的 那其实 高处没算低 低处没算低啦 现在刚刚落到中间位 那下年都应该美匯都持续是走弱的了 但是那个顶就应该是做得很美的 一天四楼上的顶 一天四楼上的 有没有支持的呢 其实什么位置可能都会 美金会晾一晾 还是一直都会一路回到穿100 都是趋势是向下的 但是它会有波动 支持位应该是大位的 通常是102跟100 但是都是慢慢的 因为你看到那个美国长息 它又突然间又因为内地开 应该啦 是啦 稍微高一点 那我觉得应该是应该的 因为你始终预计的时间上 那个美匯下 没有人下得那么快的 那变成了它跌到低位就弹一下 弹一下就做一些所说的 另外突然间有些因素又按下去了 那其实看时间都是大约是今年 下年的第二季第三季左右 美国的加息潮应该远几节了 但是美匯应该就插穿100 嗯 连债息现在去3A8附近了 会不会有力 因为中国那个放宽 防疫症的放宽 会再见4呢 或者应该没有机会呢 你怎样看明年的情况 其实低位弹了3.4都弹了3.8 已经比预期弹多了 那现在但是已经在某程度反映大部分 就是内地出来那班所说的开放 影响那个所说的通胀 那但是就最快不问多数 就是那个病毒株有问题 但是现在我不理它了 理论上是越传越弱的 那在这个情况下就算是要去到它的顶峰 这次那个一波的顶峰可能需要几个礼拜 但是外围所受的影响 可能没有内地那么厉害 因为很多地方都打齊针了 那变成了我觉得都是 那个息口很难过到4厘 因为其实息率是反最快的 那变成了这些水平呢 其实你挨近一些4厘左右 我觉得就差不多 就是很过分的我觉得 这个经济走势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4厘 不会过不了的 但是就慢慢在这些位置 慢慢就随着美国经济的数据差 就开始又下跌了 那现在卖債是挺划算的 是不是呢 是啊 划算你做错了 你想想做错了一点 那你可能高一点 然后它始终大形势在说衰退 那我觉得买債是低的 4厘的10年债息 是差不多对应着美匯指数 去到110这样的了 那我觉得明年是比较困难 没错 因为今年那个高点 在说十几年高位都是4厘3厘附近 是啊 那你都接近 都开始接近了 那真的走得比美元快 如果你看回两年债息 就现在大概在4厘3厘附近 今年那个高位也是一些纪录位来的 去到4厘8厘 都是挺夸张的位置 不过我想都是应该建了个顶 但是它下的幅度很明显 就是我觉得它跟回联邦基金利率 还有对联署局那个敏感度会高一些 所以下的幅度也没有十秒债息那么夸张 是啊 因为你看到杜怪是扩大的 那你是在预示着衰退来着 通常呢 于所说的倒挂 就是短式高的长式 是因为衰退反而那倒挂是缩的 因为已经出现了嘛 跟着你随着那倒挂越来越缩的 那你觉得经济就应该是 所说会见底 慢慢离开那个所说的衰退 那看着那个所说的倒挂 倒挂的情况就是如果它建了顶的 跟着缩其实是好事的 大家不用怕它说 现在倒挂是缩的 但是缩的很慢 但是已经预示了可能已经是 那个经济就在底了 那两个东西都是这样的了 因为你看看两年一定是 是下来是慢过十年的 因为现在还是未见衰退的嘛 是啊 没错 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环球的非美货币 就是其实对美金的情况 哪个表现最差呢 那我们大包围都看了 那不是只有几个主要的货币 很多东西 那结果其实都可能猜到一些的 大家都猜不到拿世界杯的国家 阿根廷 那可能这些字小一点跟大家讲 排最后的 阿根廷是跌幅超过四成的对美金 是啊 我们经常说那个土耳其 土耳其居然不是最后一个 我竟然是阿根廷最后一个 是啊 土耳其是跌少过三成 这个团圈来计算 那当然都跌得非常大 那尾尔就是埃及的货币 那接着呢 你会看到就是 但是乌克兰的货币都跌得非常急 没办法 在打仗 是的 那就是了 那需求一定落经济一定是差的了 那之后呢 就可能见到哥伦比亚的批索等等了 那日日日你会发现呢 其实都是非常之差的 亚半区 是的 它是排第8的 主要货币它是排最后的 在全球的那么多货币它是排第8的 接着原来呢 排第9的呢 是磅的 就是磅是弱的 EUR很多的 你会发现 EUR都没有跌得那么夸张 接着有一些部分是中欧货币 新台币和人民币 其实都走得非常之弱的 其实大概都要跌差不多 一成再 没有一成 那都是非常之弱的 都会接近一成的 没错 你看看上面呢 哪几个呢 是对美金是仍有得升的 竟然是正数的呢 巴西的货币里拉 另外就是墨西哥的货币批索 还有 竟然排第3呢 是俄污的截事当中的另一主角 就是俄罗斯的怒报 当然它是出了一些手段 这样去力挺俄罗斯的货币 难怪它熬得那么久 就打一场仗了 是吧 没错 另外我们都挺威力的 原来在联系汇率的关系 香港是零的 其实长期都在这个位置 没错 我们拿着美金 基本上跟美金 是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 另外新加坡货币也是 因为政策的问题 其实跟美金都变相挂挂勾 所以没有一个很大的贬值的压力在这儿 就是要看一看 如果我们看回我们经常说的那几个货币队 那我们看看 我们分享一下 最差的是日本 是一个这么超宽松的货币政策 对不对 另外呢 刚才我说的英镑不是很差的 原来它全年有算 都跌了超过一百多美金 大家都知道 其实今年中间中段 你有说 因为政局的混乱 多谢赤惠斯 多谢赤惠斯 没错 赤惠斯几乎以为他一算 如果最低一点要三点多 没办法 他走过一个反期到一样 在通过的情况下减税 吓到大家 你的财政压力很大 你猜你是土耳其吗 是吧 是啊 如果它远比欧元还差 欧元其实全年来算跌6% 真的特别弱过很多很多货币 它反而是比起一些商品货币 澳指啊 纽西南啊 加指啊 其实都不是说输得很夸张 甚至有些人跑赢了少少 阿教授你会怎么看这个情况 还有你会看明年 哪些非美货币可能跑出呢 其实就大型税 我觉得都是 那我就 倒一倒 烤冷门就是日圆 日圆 因为它是 你可以这么想的 有一个地下爬上来那一刻 它动了少少 已经这么大反应了 是吧 那变了它如果多动0.25 又多另外0.25 其实市场上的反应是很大 因为变了它上网空间多 如果它的通胀呢 是 是可以3点多 你其实对它来说是很高通胀的 但是如果它仍然维持持续高企呢 它无奈地都要可能 要把知识曲线的控制 又将上限要调高的 因为你不可以 不断地把那个上限按住 因为始终你的通胀壓力越大 你都要做一些事情 那变成了 那变成了我就敲南门了 我就宁愿说 看回那个日圆了 因为很简单的 你由大约是 你说现在的日圆滚下去 大约的急速落到1.10 那去到1.50 我现在走一半 我把它落到1.10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周期盛 你看回这个循环 刚刚它就走一半 落到一半 它升一半就翻到一半 如果它補回落完位 那你去到差不多1.10 差不多它又不会跌破100 但是你知道日圆的走势 是挺夸张的 但是夸张反而做就了机会 你看上年的机会就是说 哇 如果它一动起上来 1.10 1.51 爆起上来 哇 原来可以跌得很低 但是你又想不到它反弹这一浪 就厉害得你不相信 真的反10.30 是啊 真的很厉害的 你看看其他它都是反弹的 你变成你这么想的 如果炒外汇 你喜欢一些所说的大幅度波动 就是它搓得很厉害的 它搓得很厉害才有机会 它不搓我怎么买 那变成就 玩歐元你看看 歐元相对就稳定了 虽然歐元都是由1.2多跌下来 但是你呢 歐元收服一样而已 但是歐元收服的力度 就好像没有日圆那么厉害 所以变成你跌得多 反而我永远是买一只跌得多 而现在走回 反而然是很多那只 因为那个唯一 那个所说的国家的息率 就由地上爬上来的那一刻 就应该是反应很大的市场 那变成就是我觉得 Yen应该是有机会转强的 比其他量的货币 比如我们上去买的那些是 歐元 磅 它应该反弹更高的 是 那么你看到Yen的目标是0 那另外我又想问 比如说EURO和磅 因为磅 其实很明显的 去年的跌幅超过一成 是多过乙丸多过歐元很多 那会不会又是了 跌到那么低 反弹的力度可能比歐元又大一点 但是它面对的不容的数也挺多的 因为它讲很多的政治性的问题 虽然说你要面对一些所说的 爱尔兰 比如苏格兰 苏格兰那些本身 威尔书那些 读比苏格兰又要跟欧盟商量 你看到的数字 它经济的数字 它差得很厉害 通胀又最高 五个季度衰退 是啊 还有一个东西 它的通胀高得很厉害 你看美国是没有那么高的通胀 就算不知为什么搞成这样 整体的盘数看上去 它应该刨输 仍然刨输给欧元 那绑仍然是另一种 可以玩得很厉害的货币 颠绑颠绑嘛 我们炒开的嘛 还有你想想 一样东西很肯定的 那个闪崩那一下 卓慧斯一推下去那一下 就帮了英国很多 就是一次搞定了 建了底 接着冲上来 现在反而就在这些水平上落落 就是1.2.0的增持着 似乎是有点压力的 但是问题就是 这次它的动作 反映了本身港的特性 就是封天的港 嗯 没错没错 不过我又想问一下 比如欧洲 大家都会看英文銀行 欧洲央行的加息 能力在哪里 面对着是高通涨 但是好像英文銀行所说 衰退也都在眼前 基本上 是啊 有没有这个能力 再是一个 就是进取地加息呢 或者是一个 就是两难的局面呢 就是它会 对上一次都已经有分歧了 关于加息的问题 是啊 没错了 其实都是 每一次的日后的 英文銀行开会 都应该是会拗餐饱 我相信 是啊 教授你会怎样看 他会比联署局更加夹 还是还是更加之英 都是谈谈的了 他们两样东西而已 如果你再加上加得快 那来个 又是处于一个衰退的机会长 就是深一点 但是如果你就这样 开始放慢手脚呢 反而衰退会来得快些 但是起码的需求方面 那个速度 下来的速度 会快些些 那可以反而 这个就是用痛苦 来换将来快乐 就是说你要 就算美国也是一样的 就是他朝军体也相同 你美国这样的走势 你都希望是 尽早见到衰退 又拉衰退下来 那变了他 如果我是他那班人呢 既然终极都是一件衰退的 不如放完手脚 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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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这个情况 反过来就说 等衰退就来早些 所以你觉得说 如果我不加的 我加一万的 衰退就辞来 不是的 因为根本整个市场 根本在谈到衰退 你放完手脚 反而就没有一个支持力 反而衰退更快 因为大家怕 通胀又好像又下不了 那大家更加洗少钱 那变了衰退 反而是会下回 比较更快 嗯 那就难升 这些难升 如果是这样看 就是英国那个 英镑的走势 那 未来可能 继续叉下去了 EUR 现在大概就1.06 可能第一季 其实都是要看着 它那个息口去向它 它是比英雄銀行的 大家甚至乎觉得 比联储局日后的行动 可能更加之英的 可能还有两次加半厘的 半厘 是啊 是啊 是呀 可能会托歐元 上高一点点位置呢 本段停止卖了 说了退市了 现在 它欧元的稳定性 至少抗跌力是高过磅很多 很明显的 所以这是我第二只看好的波币 OK明白 但是波幅就没有那么大的 你看它本身的波幅很小 去到某个阶段 你会觉得很闷 但是如果你看到 那个趋势 买一个波幅就很舒服了 但是绑就真的很棒了 绑的波幅真的很棒 因为它炒上炒下 一天都可以炒一两转 真的 这种情况就是 看你怎么算 但是我觉得欧元是 挺稳定的 因为它的大位是1.03 我和朋友说过 分水量是1.03 那你看越来越远的了 那它企稳慢慢升 但是绑就 绑就真的被你头昏了 中间 那我都觉得 如果照明年全年看 那我都会选择 看高欧来一线的 那除了唐哥刚才提到的 货币政策 比较强硬的因素之外 那刚才我们说的俄乌战争呢 那我觉得明年应该都会有些转机的 那情况都已经打成这样了 那再差 我想都很难差到去哪里 而反而如果是 看上去 现在大家都已经厌倦了这件事情 扎连斯基的口风都软化 是在讲所谓和平峰会这件事情了 那我觉得呢 这场仗呢 或者说 或者直接受影响的欧洲呢 它向下的空间呢 是少过向上的空间的 嗯 所以我都觉得 是欧洲它会有机会 向上的空间 是比向下的空间大 那我如果照明年全年看的话呢 那我就会选择去 看高欧来的线这样 嗯 好啊 那应该 我同意 我同意 因为主要都是 Franc最重要就是那个 在欧洲那个地球战风险 是会降的 那是有利所说的欧元 可以持续反弹 嗯 嗯 嗯 我们最后不如说一说商品货币 商品货币 一对来说就是 澳子 好吗 因为其实就是 你看到澳子啊 澳子和加指都是 其实都相对去年都比较弱啦 跌大概6至7%左右 嗯 那会不会 商品货币走回好少少 但是还是 其实 这个主题都还是在找环球衰退 就是商品货币将会都是 看低一点的呢 嗯 我想它的反弹力度 当然没有 一些主要国家货币 譬如是欧元 甚至是炒我那只收工日圆 那是那么厉害的 因为你看看今次跌势和反弹 根本大家的方向一致的 只是力度而已 那变成了今次你看到它 在低反弹 那现在最后呢 其实你将它那个 现在全年跌的幅度呢 它都是大约是低过一些 一些主要货币少少 那变成了我觉得 你都是跟大小而已 那可能它今次反弹 就逼合欧元 但是始终它都是 会随着那些非欧元的主要货币 跟上去咯 那大家就要不要因为 所说的预计環球的衰退 2023可能出现 而过分地忽略这些商品货币 其实大小是跟着一起走的 其实主軸都是美金药 其它货币借美金药是来反弹 OK 好 有没有说澳子柳子和加子哪些会 特别好一些些呢 澳洲那边之前说 跟中国关系恶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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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是这么硬 直接看经济看得很重要 所以看到就是这个 新政府的态度是会缓和到中国和澳洲方面的关系 你看到明显是温和了 好 那都是机会 商品货币 看看来年的那个 那个声势 好了 那我们说了几个 就是来年的走势展望之后 那最后呢 那最后呢 要和大家说一说 新年来了 农历新年了 没错 可以有礼物送给大家 朋友 那今天 今年是最后的交易日 那很快的农历新年都来了 那我们都为大家 准备了两款的兔年的礼士风 明年兔年 那大家就可以在客方这个连接 登记免费领取的 那这里呢 可以展示一下这个实物给大家看一下 那我们这次呢 是选了两款利士风的 那第一款呢 就是关于我们这个节目的主题 主题是什么呢 交易套离 是不是 那还有第二款呢 是新的一年 都祝大家是身体健康 吐气羊眉 羊眉吐气 是 是 这两款兔仔的礼士风 送给大家 想拿 就快点按那个赞 是不是 好了 那除了有礼士风送之外 最后要提提大家 我们这个节目呢 外汇研究室呢 以往在2022年呢 都是在礼拜一播出的 那我们呢 去到2023年呢 我们有个全新的直播的环节 变成一个直播的节目 就会在逢星期二晚上 大家炒外汇 比较适合的时机 9点3就会和大家做直播 那大家都知道了 有直播节目 那当然很欢迎大家呢 就各位网友留言 有些什么问题 我们和大家一起去研究 一起去解答大家 那教授都和大家一起去做一些即市的操盘 没错 那去试一试一下 它的首方 是不是 没错 都欢迎大家和我们多多互动 是的 最重要是大家一起炒 是的 希望可以在晚上都可以 找到食 这样 交易套来 是吧 没错 那就是说呢 去到下个星期二 那我们刚刚就放完 一个软冷假期回来的夜晚呢 就和大家见面了 全新的 我出时段直播 记住 星期二晚的9点3 是的 坐定定 开着YouTube频道 就看我们的直播了 9点3到9点9 嗯 没错 谢谢几位 那我们明天见了 明天见 再见 走吧 Yen到假了 睡在这里 返工 去到哪里都好 看尽机会 按一下做trade sad.com forest 外汇交易 24小时 non-stop 日本外汇交易量 No.1 零用金 超窄的买卖差价 全天候24小时支援 无论去到哪 money never slips 外汇交易 就是一个字 没那么简单 sad.com forest